Hello,大家好,我是永哥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两天没见了 朋友们甚是想念 我现在到杭州了 我前几天不是发视频说要买车嘛 然后 我就最终决定还是买浙江台州那个粉丝朋友的车 因为 很多朋友建议我买新车 但说句实话 我现在的确不怎么适合新车 然后邵东那个朋友的车 因为引擎盖它没锁 所以发动机在一块好多零件都被偷了 那辆车也就要不得了 因为维修起来代价的确蛮大的 然后 最后还是赶到长沙跟小北汇合 然后跟小北一起到杭州来了 小北去上海了 然后 我在他这里停留一天 今天晚上就要去台州了 我现在在这里等罗师傅 看我身上的衣服 小北直播间的 还蛮舒服的穿起来 真的蛮凉快的 因为我只带了一件衣服过来 我没衣服换 所以就在小北直播间挑了一件 当场就穿上了 我现在准备去小北租房那里 小南两年没见了 他说他今晚上要下厨 给我做好吃的 他跟小西去买菜了 小西今晚上也要下厨 我今晚上也秀一下我的厨艺 罗师傅还没下来 我在这等他 他上去送东西去了 我把罗师傅一起带过来了 因为我一个人开一千公里 有点辛苦 所以我把罗师傅一起叫过来了 他刚好到杭州来有点事 所以就省了一趟高铁票 现在罗师傅下来了 看 大帅哥 我们现在要走路过去 好像这里离小北住在那里蛮近的 锻炼一下身体 好久没这样长时间走过来 两公里 很快就到了 小南去买菜去了 跟小西一起 这行之外还可以啊 气温比湖南高了一点 说实话 湖南的气温还是舒服一点 毕竟没这么高嘛 这里有30多度 湖南就 30来度 一出来就想 吹吹叹叹那两个小家伙 今天早上跟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说他们两个在家里还蛮乖的 蛮听话的 说实话 现在有他们两个在家 我也不适合出远门 哇 好多鱼在河里面 密密麻麻的 全部都是那种小白条 杭州这个天气是真的热啊 看这个汗 哇 小南跟小西在马路对面 看到没有 那两个骑电动车的 我们走路过来他们骑电动车 现在快到了 就在前面了 到了到了 看 小北视频里面熟悉的场景吧 我也是第一次来小北这里 看小南 哈哈 你这次买了多少菜 哈哈 一点 就不移动的 今天晚上你下厨 小西下厨 啊 好 罗师傅到 我打下厨 罗师傅在后面 好 走 走 看 这个虾 小西买的虾 好活啊 这个 看我们西大厨 包一米排骨汤了 对 反正你做菜我剪视频的时候 我是见过几次了 我也期待哦 好 我今天我就帮你打下手 啊 梭罗 梭罗我来炒 然后其他菜你跟小南做 没问题 小南还是这么行费 你看这个人 这个人手机开水 手一趴 一点点够了吧 我来多一点 六七克就够了 真吗 对 先把这个虾稍微捻一下 我也喜欢吃这个 多吃一点啊 当然 可以 没问题 我都吃完 好 好久没做菜了 我今天 刀工还可以吗 我刀工不行 我刀工是我的短板 还可以啊 在厨房店一年都没捻出来刀工 你的这个小米辣是要切碎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来切 你先把你捏的菜做了 我先把你捏的菜做了 那就吃辣一点啊 我们晚上 可以 这么多辣椒 还少了 你看就很有味了 我做菜都是正口味的 我现在发现 就是特别 最小北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吃辣椒 它带着你啊 嗯 又香又辣 然后现在做微辣的菜 我都不喜欢吃了 我要辣一点 好香啊 都是火锅底下的味道 对 浓稠的那大 到底有这么辣 不辣是吧 嗯 下着手 这个锅太小了 好香啊 好香 辣椒粉 对 这是你们家的辣椒粉 这是你们家的辣椒粉 很香的 很香的 这个就看起来有颜色了 对 它做的香锅 我们都能干碗 哇 哇 真的水到了 还要搬出去 大蒜 索萝炒好了 火锅 火锅味道怎么样 可以啊 行不行啊 味道刚刚好 好久没做 只有120分 别骗人 总可以的评价 我想听小男的事 我做不了 小南要叼 真的吗 别骗我 好久不做了 好吃 好吃吗 小南做好吃 我有点不相信 那我就很期待了 所以我要等你最后的评价 等一下我尝一尝 罗斯我尝一下 西大厨炒的虾 你今天是评委 看着这个味道就色香味俱绝 反正我看着这个味道绝对不会差 你在饭店里面吃的怎么样 好 最后一道菜 油麦菜炒好了就可以开饭了 看这个排骨汤色香味俱绝 我自己尝一下 很好 嗯 嗯 那别小定的的确也强一点 看着也挺好吃的 对 开吃了朋友们 有了有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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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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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就是家里抹鱼是最好吃的 来来 嗯 来 来 欢迎你们来 好 来 工作愉快啊 嗯 好的 以后给你们大家特长来吃 好的 晚意带贝贝来认干妈呢 可以 干妈在这里 你这个干妈是认定的哦贝贝 好的 我很喜欢这一点 吃一份 把菜吃吃完啊 这一点 能玩意 好的 嗯 饭也还有 饭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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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们吃饭 今晚上多吃饭 少吃饭 挺好吃的 这螺丝 我了解没有到土腥味 一点都没有 嗯 要放点那个 嗯 嗯 我又去跟上吃 那啥我说不出来 你们都能说出来 嘿嘿 你要先吸一下屁股后面 嘿嘿 先吸屁股 去拿牙签 嗯 快了 我一份吃了一半 你们三个吃我一份那么多 光盘行动 今天晚上全部关了 基本上都关了 吃了一大碗 这么多 我一个人就吃这么多 梭罗汤 小夕做的虾 油麦菜 小夕做的油麦菜 基本上被我逛牌行动了 他做的油麦菜不苦 今天晚上吃的好饱 小夕的厨艺 我给他点个赞 谢谢 你的螺丝也很好吃 我吃的一大碗 我们就吃 小夕就擦桌子 小男就洗碗 你们休息 太幸福了 要多来以后 欢迎你 杭州 好的啊 说定了啊 杭州 欢迎你们 现在跟罗师傅回到小北 给我们安排住的地方了 因为我们是今天早上到的嘛 我们在这里也不熟 小北就帮我们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 其实前两天真不是我偷懒 不更新视频啊 因为第一天到处跑跑了一天 没来得及拍 然后昨天我不知道视频是哪里出问题了 上传之后反正就放不出来 就没剪了 然后就在小北这里 就抓紧时间拍了一个视频 告诉大家我在干什么 反正怎么说呢 说实话 我也想两个孩子的 也想尽快把这辆车搞定 然后开回去去见那两个小家伙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反正我没什么事啊 两个孩子也很好 我今天也打电话回去了 他们两个在家里也很乖 明天我就会到那个 台州那个朋友那里去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